大家好 我是Koko 來到今天我們繼續1JLPTN3的文型 今天這個文型都挺常見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日劇的話 就常常都聽到的 就是這個 セレ セダ 或者這個 セカ 前面是動詞普通語 或者是イ的用詞 那的用詞間 名詞間 或者是no 它的意思是 都怪 因為什麼什麼 大概是因為什麼什麼 其實最主要是說 因為前面的原因 就造成了後面不好的結果 有少許窄怪 遺憾的語氣 這裡再看得仔細一點 就是在這裡 第一個 這個 セカ 就是表示不太確定的原因 但是如果是 什麼を せいにする 就是要把責任 歸咎給誰誰 這樣 這個情況之下 通常都是用於不好的 如果好的時候 記得要用這個 おかげで 這樣 我們再看這裡的例子 例如 這個應該會更多 夜も寝ないのは そのせいだ 晚上睡不著 是因為有噪音 有少許怪窄的 噪音的感覺 就可以用這個 せいだ 這樣 好 如果說這個 せいか 就是表示不太確定的原因 我們看看第二個例子 何人が変わったせいか この店は味が落ちた 大概是廚師換了 這間店舖的味道 就不像前面一樣 不像以前那麼好吃 這裡你不太確定 因為你不知道 是不是廚師換了 如果是 おせいにする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大家應該會記得 自分の失敗を人のせいにする 就是把自己的失敗 歸咎於其他人 這個行為是不好的 大家記住 不要這樣做 但是 當你想表達這個事情 你可以用這個文型 下一個要說的 就是 そうにない 或者 そうもない 前面是動詞 マス 然後 そうにない 或者そうもない 他的意思是 看樣子不會什麼的 表示 說話的人 是根據周圍的情況 或者事物的外觀 而作出的判斷 我自己就覺得 聽そうもない 是比較多的 例如大家看日劇 或者卡通片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あみわまだやみそうにない 好像還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そう 是一個樣子的感覺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 實際的感覺 然後 大家記住 如果停語的話 不是用トマル 記住 要是ヤミマス 這個文型 要注意就是 可以跟這個 マス型 要マス 如果你想跟 い的用詞 或者な的用詞 的話 就前面要寫這個 そうではない 或者そうでない 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那可能有時候 我的發音不太準確 但希望大家都會原諒我 因為我會努力做得更好的 我們都一起努力去考這個JLPT 那我們明天再找其他的文明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的話 去我的IG 如果想看到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看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